大家好,美国国防部在7月23号发表声明 说国防部的立场是大疆创新公司生产的系统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声明指出,与美国政府实体与美国军方合作的军队 使用这些系统有关的现有国防部政策和做法保持不变 与国防部未批准发布的任何书面报告相反 声明称最近一个报告指出 某些型号的大疆系统被发现 被批准用于美国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采购和运营 这个报道是不准确和不协调的 目前美国国防部正在审查期未经授权的发布 声明称2018年由于网络安全问题 国防部发布禁令禁止购买和使用所有商业县程的无人机 无论制造商是谁 次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专门禁止购买和使用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和部件 国防部遵守了2020年财年国防部授权法 NDAA第848条和第13981号行政命令提供的额外指导 乌角大楼表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USSOCMO 近年采购商业县程的无人机技术 这符合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第848条13981号行政命令 因此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通过严格的审查程序 严格遵守使用指南和其他适用的风险缓解措施 在所购买的系统中考虑网络安全问题 国防部将有关问题的任何其他问题提交给美国海军司令部 声明称 减轻包括大江系统在内的小型无人机系统所带来的威胁 仍然是整个部门的优先事项 国防部继续确保现有政策保持最新并得到适当的执行 此前美国国会山报6月1号曾经引述 取得的报告指大江创新两款无人机 已经通过五甲大楼的安全审核获准使用 报告提到分析发现两款无人机不存在恶意代码或意图 并建议政府实体和美国部队使用 现在美国国防部最新的声明已经推翻了之前的说法 美国国防部还是认为大江生产的系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潜在威胁什么意思 我简单说一下 现在没有查出来大江的无人机里面存在恶意代码 没有发现它里面有间谍软件 但是那如果黑客或者相关人员利用它的后门 利用它的漏洞bug注入恶意代码或者是进行远程遥控 是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有这个风险的 这个就是美国防部的意思 刚才美国防部的话说了一圈绕来绕去 引经据点 其实的意思就是什么 它存在潜在风险 就是什么呢 现在没有查出你有问题 但是你潜在的风险存在 如果有恶意人员利用你的风险 利用这个风险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 那美国国家安全直接受到损失 所以你看美国它可以利用潜在风险 阻挡中国制造产品 在美国被采购 那这个潜在风险 我觉得就和这个和当年啊 这个古人有个叫什么 莫须有 也须有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意思 也须有 莫须有 莫须有的罪名 这个就是什么 潜在风险 现在查没有 是没有啊 一点恶意代码没有 完全干净 完全安全 但是你有潜在风险 所以现在看啊这个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啊 现在可以看啊 越来越不客气 而且越来越我觉得 在很多方面啊 在很多方面 我觉得会越来越对中国产品 中国制造 严加审查 这大疆这个事儿 我觉得大家应该清楚啊 未来 大疆在美国 还有在其他国家 特别在欧洲 可能会 用这个潜在风险 为由 禁止 中国制造啊 不光我之前讲 有新疆问题啊 给你贴一个意识形态标签 中国制造 未来还要面临西方的一个什么 莫须有 西方一个潜在风险 这个潜在风险的本意啊 是他有可能有bug 但是呢 更深层的本意是什么 是中美在对抗 为什么潜在风险 为什么英国和美国没有潜在风险 两个人是盟友 所以即使有bug 我也不用担心 对吧 也不用担心英国 会拿这个东西危害到我美国安全 而中国和美国 有什么 有直接的对抗 有直接的这个战略 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所以有潜在风险 中国的产品 我也不能使用 那你看 未来国防部 这一个潜在风险的解释 就把整个中国制造 全部什么 挡在美国国防部采购之外 而且 可能这些盟友 跟美国有关系的盟友 也会利用潜在风险 把中国制造 挡在自己的采购清单之外 那最后看来 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战队 你看这不就是意识形态吗 莫须有 然后潜在风险 就是意识形态战队 跟我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 是不是 就算有潜在风险 我也不担心 因为我们意识形态相同 对我国家不造成威胁 而像中国这个直接的意识形态危险 那你就是直接的威胁 你潜在风险 我们不能承担 直接把中国制造排除在本 所以我说 中国制造 未来面临的 不光是包括意识形态标签 还有中美竞争 中国和美国 在整个大国竞争这个环境下 大国博弈的环境下 中国制造 面临更多的挑战 那大疆这个事我觉得只是个开端 你看美国国防部 未来对中国制裁 他都会用潜在威胁 这个潜在威胁 我觉得这个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事了 中美竞争 中美整个竞争的背景下 中国所有产品 对美国都可能产生潜在威胁 那你这样中国人是很难反驳的 很难反驳你是大疆 或者其他的中国公司 提供有力的证据 我这东西机器所有的检测 都是合格的 都是没有间谍软件 都是安全的 但是人家说了 有潜在的风险 你怎么反驳 你无法反驳呀 为什么潜在的风险 中美在对抗啊 中美在博弈啊 中国是美国的敌人 你看这是冷战想法 冷战思维上来了 就把意识形态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标准了 你看用意识形态当成标准 你是站在我美国这边 还是站在中国这边 站在中国这边 那你中国产品就别进来 因为你有潜在的风险 你看我今天跟你讲的 大概就是意识形态冷战 在美国国防部 在美国相关政府部门 用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标准 对中国制造进行打压 那除了大疆以外 大家记着啊 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国产品 可能会被列入黑名单 也可能用这个潜在风险 你没法反驳 你没法反驳 潜在风险 你根本没法反驳 对吧 就像莫须有一样 你怎么反驳 人家说你莫须有 所以我说你看中国产品 中国制造 未来面临美国的打压 你可以看到 不光包括什么质量 产品质量 价格 还包括意识形态 三重打压你 下边也跟你竞争 产品价格 产品质量 你都要提高 另外呢 意识形态 中国制造也是受排挤 在意识形态这方面 中国产品未来 在意识形态方面 一定会受到 更严格审查 那这个目的 其实就是想 让中国制造 远离中国 你到别的国家制造 不就没这个问题了 大疆搬到别的国家去 不是中国制造 不是中国的 就没有潜在风险 没有潜在威胁 这个里边的底层罗旗设 他的意思就是 让你中国各种企业 受到意识形态干扰以后 远离中国 今天跟你说透了 说白了就是想要 把中国的一些产业链 搬走 搬到别的国家 不要在中国 这是美国最终的目的 其实也就是打压中国制造 我觉得 中国的各种产品 特别是输往美国的 未来要准备了 要打意识形态牌了 而且意识形态这块 会成为未来 美国针对中国产品 中国制造的 一个主要的打击点 给你提上